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Channel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震别师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震迪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我是Money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我们就讲讲 其实在欧盟的大国 就是德国发生了针对中国女性的连环硬上弓的案件 警方其实已经说了 嫌疑人扮租客上门 就是做坏事了 原来自从1月以来 德国就发生针对是中国女性的连环霸王硬上弓的案件 现在最少有4名受害人是报警 德国警方就以德语、英语和中文发布警告 呼吁年轻的中国女性要小心点 新房就是出事的 并且发布了嫌疑人作案的手段 当地检方就是说 其中两起案件 发生在德国黑森州法拿哈峰地区 另外两件发生在鄰近的联邦州份 但他又不说哪里 真是 法拿哈峰 警察的官网也显示 用德文、英语和中文显示 德国警察已经发出紧急的警示 在身房一名 很可能 记住很可能是中国籍的人士 很可能就是他不敢说实牙实耻 说可以亚裔 原来就是 连环 是动手的人士 这个人惯用的作案手段 就是通过网络的 特别是 但是你说为什么他怀疑是中国籍呢 因为他是喜欢玩小红书和微信的 原来特别是 小红书和微信广告有目的 是寻找年轻的中国女子 根据已知的多喜案件 他有四宗是真的中了 其他的就是 未遂 但案件未成 但是也是大事 这个案犯 以寻找 住房 还有过夜的机会作为理由 就是 遇约见面 看房子 看房子 他也在 网上跟受害人取得联络 表示 有意租买 见面后 就是实施 他们做的坏事 在网上这个人 原来也是以女性身份进行交流 明白了 因为一般来说 我们这里租楼也是 一般如果你是 自己一个女士 或者跟其他女士一起住 他写明 大家一起合租 肯定是 多数找回女士 因为始终有麻烦 大家始终男女有别 对吧 原来 他这个人 亦都是 以女性身份进行交流 当地高级检察官 叫 米思 他亦接受在德国媒体访问时 说 我们 揭尽所能 查明 并且起诉嫌疑犯 但是 对于我来说更加重要的是警告潜在受害人 防范更多的袭击 当然 究竟 要怎样才可以 防止呢 原来 试管也是 挺有心的 因为始终要保护中国公民 原来亦都提醒港大在 欧洲留学的人员 为了自身安全要做几样东西 第一 记住 不要在公开平台上透露 过多的个人讯息 尤其是住址和联系方式 第二 就是在网上发布或者回应 在租房广告时 务必核实对方讯息的真确性 可以通过要求对方提供身份证明 工作证明等等方式进行验证 第三 就是看楼的时候 约别人来看楼 就尽量选择在白天 人流量大的公共场所 但是他住的地方 不一定人流量大 可能多几个人一起去看 是的 可能有些是 男性朋友或者几个人一起是好一点 避免就是 单独前往偏僻或者封闭的环境 如果对方行为可疑或者 令你感到不舒服 立即拒绝和离开现场 也不要犹豫 以及参加一些自我防卫的培训 不一定动手 就是你起码提高自身的防范意识和能力 就与当地华人组织保持联系 了解安全讯息 共同防范 是风险的 以及关注 发布的各类警告和讯息 以及调整自己的 行为习惯 原来 因为它是艺装的女性身份 也降低了受害人的防备心 当然 为了帮助受害人 当地警方也特别提醒 如果类似的案件遇到的话 请你撥打专门的热线 专门为女子求助 就是 116016 这个热线提供专业的咨询 并且 有中文服务 警方同时也呼吁 在接待看房或者扣房者 就一定要小心 尽量避免 在单独接待房下 最好有其他朋友亲戚朋友在场 在紧急情况下 应该立即撥打求助电话 另外警方也 提供了电子邮件 就蒸集关于 罪犯和受害人的线索 并且恨求 各位在德 以及整个欧洲总织有信息 就将 信息发散 发散到自己的网络圈内 都是用社交媒体的力量 例如小红书 或者微信 提醒朋友和宿人 协助警方尽快破案 这个警告已经在小红书和微信 还有微博当中 中国人社交媒体上的广泛 传播这个是对的 所以 经常说小红书 微信 其实都是那个人 我们经常说 TikTok也是 其实是用者 你自己用过人 那些技术是没有罪的 当然也需要监管 目前 德国警方 大力追捕 这个嫌疑人 反正这些都是要小心 除了这件事之外 未知远方的巴基斯坦 也有宗关于霸王硬上弓的事件 原来巴基斯坦 网上就流传一间大学发生硬上弓事件 引发学生的抗议 当局下令关闭所有教育机构 你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巴基斯坦是一个很保守的社会 保守 是否代表没有这些事件 不代表 印度其实某些方面也很保守 但他们多不多这些事件 都是有 是的 事件就发生在巴基斯坦人口最多的 庞姐普 庞姐普省 网络就流传了 有一宗霸王硬上弓事件 引发了 是 省会 拉合意的 爆发大型的示威 警方 学校 和省政府也表示 目前 没有受害人出面 并且是指责网上的 这个是假的 反而 刚才德国那些是真的 是真的 所以真的要小心点 那就是指责网上 全部的信息不实 不过学生也指控 咦 两样东西 原来 官方就说是假的 这是网络的 fake news 但是 那些学生说是真的 当局指控 指控当局隐藏真相 抗议活动随后就是 蔓延到拉合意多 哇 很多 很多学校 和 鄰近首都伊斯兰堡 这些地方 当然 警方也是 拉了涉嫌 在抗议当中 搞破坏 以及BBQ 380人 都挺厉害的 究竟是真还是假呢 这件事就真的不知道 原来旁遮堡省 你记住他的旁遮堡 不是 不是印度那个 不是印度那个 但是他们 因为你知道巴基斯坦 和印度曾经同一个国家 他们有些东西是相同的 还有民众有些东西是同样的 所以两个国家 旁遮堡省的教育部门 和内政部也发布通知 就下令关闭所有教育机构 而且还要停货 停货涵了 幼稚园也停货 这个要不要 幼稚园到大学也停货 那就当然了 预计就有 巴基斯坦人口大国 过亿人口 他停一停货 都成2000 你记住不是2600 2600万个学生受影响 因为他国家大 他们是慢慢的 所以 都挺麻烦的 究竟是真还是假呢 我真的不敢说 我真的不敢说 反正 就要小心一点 如果是假的话 也挺麻烦的 是的 因为你380人被人拘捕了 对 反正我觉得 要么你就找到谁散布谣言 但是 当地的 学生似乎就不相信政府 政府就说有人散布谣言 有人散布谣言 但是当地学生 就不太买这件事 那怎样都好 我们看看 事实上 这些事件 今年印度的事 来了获金 记得那位 医学院的医生 实习医生 出了大事 那一宗就厉害了 那一宗就引发了 一百 因为他们 十四日闹 一百万医生 是罢工的 那究竟 你看看 那其实从官方数据来说 官方数据 就印度似乎是这种案件 一个低法国家 但是你信不信呢 是的 因为官方就说 我们呀 这些案件是全世界最低之一 他没有说最低 是最低的国家之一 那这些硬想工案件 就每10万 他们只有2.22宗 而发达国家税点 每10万就是85.59宗 但实际上 对不起 他没有一个盟友国家信这些数据 因为 你知道有些是掩饰 实际上 各个国家这些案件的数据 很难对比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 受到各个国家 他对于 霸王硬想工的定义是不同 还有那些人 有些害怕 不敢报警 对比这些数据 唯一 的意义可能就是 印度 明面上的记录 只不过是 其实 连西方的盟友都不相信 他就说 瑞典说我们国家八十多 但是他就觉得 印度 给出来的官方数据 莫迪政府给出来的数据 肯定是冰山一国 你说我 主观什么都好 我都觉得是冰山一国 因为 你的数据 你知道他们 很多东西都隐藏 莫迪也 也不喜欢自己 没有面子 他很要面子 因为之前 印度的官员说 不是的 你的瑞典 这些案件 案发率 多了我们三十八倍 当然 原来 这个也是 和妇女权有关的 你知道 以前 有些人去报警 可能更糟糕了 所以有些人就不敢报警 是吗 这次节目时间 多谢各位 再见